大家好 我是Stanley 這次開箱 DA-98 陸上機動戰艦的火力增強配件包 套裝裏包括了三套砲塔 還有一個隊員 就來甚麼顏色 大家甚至乎我都會儲齊 這個紫色非常好看 我抵一眼 還要是瓦達外星人 這個波波砲台沒得頂 充滿著星戰的味道 這個雙管砲台可以轉動 同一時間可以拆下來 而這個小型雙砲管 其實都很像WARUDA的小雙管砲 雖然說明書沒有解說 但這個細節刻畫 看上去就覺得好像可以自己飛 打開駕駛艙 看看內扣 是很有型的 但玩起來就有一點點不方便 這個就是個原因 因為只有這樣放隊員下去才是最順手 很不人道 記住要分開隊員雙腳 腿張開才行 因為那個電腦板 中間有一條東西隔著了 然後已經擁有九十五的朋友都應該知道 在這個戰艦上面 九萬幾個洞 隨你發揮 你喜歡刺邊就刺邊 刺邊就刺邊 人就是貪得無厭的 但我更喜歡把責任推到達卡拿的頭上 你這樣不公平啊 師傅 插不到的 Officeal的設定是這樣都不能夠強求 展示一下官式的設定 如果你做了做站立模式的時候 這個波波就會插在腰上 然後另一個問題又來了 如果那個波波的紅色角位向上的話 就會頂住了上面的炮台 下不來 然後你可以做的就是把它轉一下方向 其實是我自己的雞蛋去挑骨頭而已 不過還是不爭一點點 這個是我一個小小不滿意的地方 不知道為什麼設計大了 不過其實隨便啦 沒什麼 我都沒什麼所謂 其實都真的幾位有型的好看 這只是一個介紹的炮台 你試想一下你買了幾套 你都裝上去 然後玩一個 全彈發射 我覺得剛才的 那個展示給大家看 就不得徹底 現在用來個側視模式 我要在這個角度給大家看到 是裝不到的 漏漏著 其實我真的很想裝這個位 這支套裝的NVP配件就應該是這一件 你看看它活生生就是一對完整的腳掌 機底上它跟Bullet Core一樣的設計 所以說可以換作是這個Trivers的駕駛倉 之後裝上各發射器 然後裝上各發射器 注意到窗管部份就沒有分件 要一起移動的 把原本的戰機換成炮台 太陽角色 注意到不 82、 4、37 決定 注意翁 隨便 做不大 港UMDA проб 之後就到 這兩件的連接件了 細心看, 左右兩邊的設計是不同的, 有一邊可以旋轉 首先你將它做成這個狀態 你會看到這個好像一個 Z 型的狀態 而兩邊的插船長度亦有不同的, 注意 而這個砲塔跟主艦砲一樣, 每一枝都可以獨立拉起 橋頭方面分成前後兩部份 我們便選擇用第二節的第三個洞 另一邊便扣到對面相應的洞便可以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 已經裝上砲塔的效果 真的需要多買幾套都不怕 先,我認為現在的火力感還不夠重 我喜歡一些焙焙小焙焙的 戰艦上還有很多洞讓你加上更多不同的配件 第二, 每樣武器都需要用其他機體 所以這套配件無論好好換性和實用性都相當高 現在就將它變成全火力形態 需要變形的地方其實是很少的 亦都不需要進行任何拔走這件 就像是全身的地方 放在鑰匙上上再燃造成全火的血管 加上鑰匙上一旦的火力 加上鑰匙,先在鑰匙上再燃造成全火的火力 加上鑰匙,最新鑰匙,操造成全火的火力 加上鑰匙,加上鑰匙上鑰匙,加上鑰匙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完成了 即是把炮口对齐在同一个水平 上次影片讲了 我会分享机械鼻的用法 这些绝对不走划 所以就来! 首先把机械鼻摺至这样 然后扣在这个位置 首先搅拌上面, 套下去, 再扣下面 接著將它變成大炮發射模式 這次的夾, 你喜歡夾什麼都可以 因為前面的爪多了關節, 操作上更方便 上次的增值裝甲都還未玩完, 它可以收藏在Groundion 對應兩個卡點, 放上去就夠穩陣了 同樣, 用卡扣卡住 最後, 邊做站立形態 同樣, 亦都沒有什麼需要拔走它 或者調換位置 所以, 這裡我只是展示有不同的地方 組織組織組織 就是這樣 可以是一種操縃 高 altura, 到一種操縃 首先, 行為挺多 放鬆ía 就是這麼簡單, 之後的動作和步驟都是一模一樣的, 我就不重複了 變形完成了, 整體的感覺都飽滿了 多了炮塔, 果然就更完美 再變一次, 站起來 再玩的時候, 那種興奮感依然都在, 沒有變過 真的, 有哪種玩具可以給你這種感覺 我快忍不住了, DA100 搞甚麼? 這次的升級套裝, 除了將戰艦火力提升之外 亦都填補了小腿的空虛感 炮塔不單要用在戰艦之上, 更加可以安裝在其他機體上遊玩 一盒, 真是不夠 好啦, 今天的影片來到這裡完結 多謝你的收看, 以及你的支持 最後, 別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拜拜